真的 温如太山 面臣似水 我们看到这场飞人大战 金属飞人大战即将开始 出现在第一道的是天晓 第二道的是天宫 这都是天字辈的 第三道的是高益科技 第四是语术科技 这都是出自语术计划 第一道的天晓在之前的400米的比赛当中是曾经拿到了第三位 而天宫机器人在之前的短距离和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其实今天开赛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去问啊 说会不会能够打破博尔特创选的白蜜9秒58的记录 那个是不太可能的 目前难一些吧 应该不太可能 20秒应该是就是有可能能突破我觉得的语数 对 但是这个基本上可能就算极限了 对 19 20秒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吧 第三道是来自高益科技的机器人 昨天的100米障碍赛 高益科技是33秒71拿到了冠军 400米的冠军也被他收入囊中 灵异科技的机器人呢 昨天100米的障碍赛是38秒46最后拿到了亚军 应该说四支参赛队伍 在这次冰丝带在我们人形机器人比赛当中都是战绩标别 现在到了100米重极PK的时刻 运动员准备比赛开始 和我们想象的啊白米飞人大战的选手 如出塘子弹一样的快速出来 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每个人都在以自己不同的跑资 在行进在白米的跑道上 现在四道的灵异科技出在领先的位置 接下来高益科技是排在了第二位 一道的选手出现了摔倒 好 现在第一第二第三名已经产生了 灵异科技最后撞线 然后紧接着紧随其后的是高益科技 天宫的机器人排在第三位 但是不要忘了还有0.8的时间系数 是 自主的最后 现在等于说是第一个出现的时间是二十二秒 零九跟老师刚才预测几乎 是吗 这个是第一个吗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啊 最后白米最后的一个成绩的公布 因为呢这和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的比赛不太一样 就是刚才唐老师也在介绍 他有一个0.8的自主的控制系数 对对对 零不一定是你第一个出现就一定能控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四位机器人在出现的这一瞬间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和你看人的白米比赛不一样 就是他的这个起跑反应时和这个如果是律师起跑出来的这一下 你会感觉缺少这种爆发力 但是中后程我们可以看到四位机器人选手应该说是运转的越来越流畅 速度越来越快 他大概从启动到急速是需要2.8秒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2.8秒还是要比人类运动员的反应的这个起跑时要慢太多了 但是机器人他不用考虑到乳酸的堆积 对对对对对 中后程能力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让我太为观止了 一会儿呢我们静带最后的成绩的给出 但是四位机器人选手实际上已经在今天在我们丁丝带的百米赛道上创造了历史 第一届世界人行机器人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应该说是最后一项竞技项目的比赛 留给了百米的飞人大战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体育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机器人发展的角度来讲 都是历史性的时刻 是的 其实我这两天在现场我总是想到一本书叫做人类的群星闪耀石 那本书里写到的都是超越一些时间的历史时刻 它可能记录的都是人类个体的一些英雄的光芒 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觉得每一个机器人不管你是摔倒了还是完赛的 你包括它背后的总组织团队都是最神的样的型 他们共同燃烧的是智慧的银河的这种力量 也是一个自己参与性的光芒 所以我们最近要为第一个出现的机器人鼓掌 也应该为所有参赛的机器人甚至摔倒的机器人鼓掌 他们在赛场上跑道上的这种摔倒 正是为了结果服务我们人类生活的时候不再会轻易的摔倒 我们在这几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提到说人型机器人融入人类社会 服务人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仅仅是说比赛的起点到终点这100米的距离 而是从实验室到每一个的生活场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跨维度的距离 而我们这一次人型机器人运动会的举办应该 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百米的成绩 在进行了0.8的系数的推算之后 天宫最后的成绩是21.50排在了第一位 容易科技22.08排在了第二位 而高一科技是24.53排在了第三位 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天休 因为摔倒是没有能够完成比赛